将心要振,以致取胜,永胜永胜,永远胜利, 得心得心,一路同行, 越大为华为,大有所为, 天大天大,夜处天大。 随着火车气低声的响起, 中老铁路首列直发生鲜帮链,正式发生。 中老铁路从去年开始运行到现在,马上一周年。 虽然分流了部分货物的运输,解决了道路运输的压力, 但是运输旺季,道路拥股,以及气运价格一路飙升。 这些问题还是一直困扰着广大在海外投资的, 农业种植户,以及水果贸易商。 这次水果生鲜直发邦列的出发, 预示着今后,东南亚的水果可以经过铁路直接运输回国内, 解决了种植户以及水果生鲜贸易商的厚补机。 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水果生鲜, 通过中老铁路运回国内。 生鲜帮列的开通,很多公司、很多部门在背后付出了很多。 为了满足不同生鲜水果的运输需求, 此次运输投入的中铁特货的新型冷柜, 可以允存控制温度。 温度的设置范围在零下30度到30度之间可以调整。 也要感谢云南帮列公司, 专门为了水果生鲜一些不需要低温冷藏的货物设计的通风柜。 通风柜在保证货物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了运输的成本。 给不同货物、货主及贸易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。 再次感谢所有为中老生鲜专业开通运行, 提供直接或者间接帮助, 以及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員。 谢谢大家。